再来看到中横路段 20号下午3点左右 有民众要下山 当时工程人员清除部分摊坊落实 让车辆可以快速通过下山 但过没多久 皮铛部和上方不断落实 现场工程人员赶紧停止车辆通过 没想到就在下午4点左右 大量土石滑落再次摊坊 幸好阻止车辆通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公路总局地市区养护工程处 泰鲁阁公务段 为了维护用路民众安全 采监看借户近端停等车辆通行 下午4点多道路再次阻断 警戒管制人员及时封闭道路 而未酿成伤亡 台八线117点4K在官员路段附近 昨天下午就持续的一直落实 大概有五六次 间接性的一直持续的一个落实的状况 在靠近4点多的时候 有大量的在明隧道的东端出口这边 就是会大量的一个摊滑 这个土放量我们大概估算 有将近大概3500立方 强修团队已经一早就开始 从两端这个摊坊的这个点 两端持续的一个清理 目前清理进度已经快要完成了 但是现场的边坡非常的不稳定 也持续的在扰动向上抽摊 所以呼吁用户人是不是在这段时间 非必要尽量不要走这个路段 中横公路台发现117公里到400官员 边坡灾害路段抢修工程 20号下午灾害边坡速度发生持续性的落实 又连续摊放多次 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 太鲁阁公路段 并在今天下午进行道路的抢通 并且也呼吁用路民众在此期间 也尽量避免通行灾害路段 记者林杰受林香采访报道